自從出來工作 就一直用勤力和不怕吃虧的態度去做事 我自己做美甲店已經差不多十年了 我本身的性格比較耐廉 除了工作之外喜歡慢活的生活模式 但由於工作上年終無憂 困身之餘令自己失去了生活和健康 而想擴展業務教徒弟的時候 反而要面對教式徒弟母師傅 拿走我班客人 另起勞躁 令我剎那間對人失去信任 對生意更加心灰意難 原來傳統生意是這麼大壓力的 我開始反問自己 其實想過些怎樣的生活呢 於是我決定做回自己 做回一個平凡的小女子 用努力和虛心地做回一個很好的聆聽者 聆聽身邊每位朋友和客人的需要 真誠真心地分享我所擁有的一切 我的決定令自己獲得生活和健康之外 同時為朋友和客人 帶來健康和實驗夢想的機會 我覺得很滿足很充實 成功是甚麼呢 成功就是無論成功或失敗 都源於自己 無需要找任何解釋 都仍然要努力去完成的事 都是Venice 都是Venice 結束課程